岳华 岳华 40岁 河南人 中科院心理所 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 硕士 各位尊敬的老板 专家老师 在场的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叫岳华来自河南 90年毕业于河南雪昌师范学校 后来相继获得 河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科 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医学心理与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 研究生课程班 07年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08年受中科院委派 曾经赴北川做过 将近一个月的心理援助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想寻求一份和咨询与 培训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岳华 你好 岳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头长发 留了 七年半 七年半 是因为什么突然 什么契机 是2003年 11月16日下午三点 我准备去这个新单位的时候 我就留下了这个头发 然后我当时心想 我哪天离开的时候 我再把它剪掉 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离开 还没有离开 你是 就是刚才说中科院心理所 是研究生课程班 对 是研究生课程班 不能说是硕士学位的 不能不能 我要解释清楚 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呢 1990年 当时参加工作 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还包分配嘛 就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 去当老师 做了两年之后 去了我们市里边的第一小学 实验小学 那应该是市重点咯 对 那在那个市重点又做了多久呢 九年 教什么 小学语文 为什么又不做了呢 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 我们那儿就成立了这所私立学校 它属于民办公主 然后呢 我就是作为所谓的骨干老师 给派过去负责管理 在这块教书又教了多少年呢 11年 11年 就是包括现在 还在这个地方当老师呢 对 那为什么想到出来又找工作了呢 是因为 我当时去的时候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在公立学校 那个时候正是人口高峰 学生呢就特别特别多 我们学校有将近5300名学生 然后每个班呢 就有很多很多人 100多人 我儿子要上小学一年级了 我觉得人太多了 我就带他去私立学校了 就是你去私立学校的时候 正好是你儿子 我儿子要上小学一年级 要上小学一年级 我的理解就是 他现在上完了 他现在上完了 这个私立 明年要去大学 那这个是个寄宿学校吗 是 孩子住在学校 全封闭 那你呢 一样的 你也住在学校 长期 你儿子都活在你的监督下 阴影像 这对你儿子来说挺可怕的吧 所以当他上完初中 要离开我的学校的时候 他就拎着箱子说 混不好 我不回来 你现在好好地在这个学校教书 教十一年 其实挺好的 出来找工作 为什么 第一是我儿子 可以离开这个学校了 我也觉得想离开这个 全封闭 一直寄宿了这么十一年的一所学校 还有一点呢 就是四月份下旬 我在有一天晚上看这个心理学视频的时候 偶尔看到了 菲尼莫书 在优库上 然后呢 我看了若干期之后 我发现牧总那边呢 有一些工作 我觉得跟我的这个内心里边 特别想做的事挺有关系的 你想做的是红娘 为什么想做红娘 为什么想做红娘 因为这个若干期里边 一些求职者 在跟牧总交流的时候 让他提到 比如说 我也看了牧总那下班 那个招聘的要求 第一条 有那个心理咨询的经验 有证书的优先 那么我有这个证书 已经好几年了 第二呢 就说 家庭幸福 我个人感觉还是挺幸福的 第三 我的形象记忆比较好 我对曾经经历过的 触动我感觉的那些 时间 地点 事件 以及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 我会非常清晰地 把当时的情景回忆起来 唐老师 您是心理咨询的老师吗 也是心理专业 就是他刚才 玉华说到的 心理咨询的几级 二级证书 这是个什么样的 什么级别 目前在国内来讲的话 就是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的认证 二级算是很好的了 这都意味着 他可以独立去执行 完成一个咨询 因为我这个职业 我觉得它都是处理的 还是青少年成长性的那些 比如说厌学 还有所谓的网瘾 也就是这些 那你觉得网瘾的 最大的成因是什么 其实应该说是成就感的缺乏 或者说是在家庭当中 这种关爱的缺乏 其实在家庭里边来说 一般都是家庭对它的漠视 比如说家长比较忙 那么在学校的话 这些孩子一般都是成绩不太好 他在网络当中寻求那种成就感 那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呢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还是用的那种认知疗法 所以他算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好 谢谢 先说清楚一点 今天找工作 是不是就是冲目沿来的乐化 我当时填了两个印象 一个是培训师 其实我也非常感兴趣 我并不觉得他俩有先后之分 我觉得是一样的重要 你说到的培训师 什么类型的培训师 就是杜总那里的体验是培训师 还有没有其他的考虑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比方说培训师 咱们就说培训师 培训师还有一类 叫企业的内部培训 直接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企业的内部培训 企业的内部培训有很多种类 最重要的一个种类 我觉得因为企业的 他的焦虑和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就需要你这种心理学的专家 去给他们做心理干预和心理扶植 这一块是很多企业都需要的 而且你只需要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的 一个前期培训 你就可以正常的进入一个很高的工作岗位了 子健说的那个叫EPA 就是企业的那个心理支援 但那一般都是采用第三方机构 因为它经常发生 比如说裁员 或者是企业遇到什么危机 然后它是一个大规模出现一个员工的心理问题 这时候就是它需要一个专业机构马上过来 就是你说到是第三方 而不是企业专门设置 不会专门设置 对 OK 好 这样 我们现在先通过这么了解 对岳华的这个基础了解 大家先做第一判断 做完第一判断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继续申发 岳华现在感兴趣两个方面 一个是红娘 一个是培训师 去或者留 选 选一离开 三虎 进一招 进一拨 四位离开 八位留下来 这一拨我有财 来 各位提问 现在这边有很多心理测量的一些模型 判断人的各种属性和能力的 这方面你有研究吗 是这样的 这些呢 就是根据你所选择的那个软件 就是 暗情测试 能力测试 人格测试 等等 除此以外 你没有研究过其他的这种心理测量模型 这个我只是在使用 好 来 你最喜欢的心理学家是哪一个 其实我倒是真的挺喜欢弗洛伊德 虽然现在大家都觉得很过时了 但实际上我对他还是非常非常崇拜 心理学本来是一个抽象科学 是吧 抽象科学 你发现 最近我们很多的社会机构 把抽象科学具象化 用术的部分 和用工具的部分来解析心理学 你觉得靠谱吗 沐妍他们就特别信这个 对 心理学是个抽象的事 抽象科学 他们老弄表格 对 这个我就想 弄点抽象答题 对 通过答题就说 好 你是猫的性格 你是狼的性格 你是老虎的性格 就能这么说明你的心理 你觉得准不准 是这样的 这是属于心理学里边的投射测验 那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长模 至少是2000到3000的长模 然后去制定出来的那个量表 所有的量表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你觉得它准不准 游戏性的当然不准 娱乐性的当然不准 纯属娱乐 但是一些科学性的还真的是准的 专业的是很准的 稍刚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吧 那个百合网我们是把人分成16种性格类型 特别有意思 就采访过我们百合网的那些记者 他们去做测试 80%都是记者型的性格类型 我就是教师型的 这真的是科学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你有没有分析过现在 比如说所谓的 这个圣男圣女的这个现象 就是它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从心理学上讲 就是心态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还能问出来更大的问题吗 你觉得以你的这个专业 你大概用哪几种主要的方法 可以帮他们去调整这个心态 我说呢 谈恋爱就像 掐麦碩 当你走到田地边 看到满地的麦田 然后呢 你就看到了一个挺大的在你旁边 但是你想 我是否能找到更高 更漂亮的呢 就继续走 又看到了一个大的心想 我还继续找 是不是还可以看到更大的呢 就继续找 结果他就 走过了这片麦田 他跟狗熊掰棒子吗 他跟狗熊掰棒子不一样 狗熊掰了 他没掰 他还没掐 那你站在那个麦田边 你怎么帮他去调整这个心态 我想呢 就是你所提到的匹配了 也就是先自我认知 知道自己处在哪个水平 然后这样同等的 基本上同等的 像田地赛马那样也可以 但是呢 同等的更好 沙方老师 你不觉得 其实沐妍他们两个人 对话来对话去 都还停留在技术层面吗 是的 他们并没有touch到 那个情感的部分 而且就是他们老是在面上 一点都不往身 但是不往身 两人就聊了这么半天了 所以因为只有技术 才是可以成为商业模式的 我再问一个 不是 除了技术 还有问一个 今天你表现 还算比较好吗 因为年龄 正好这个也很多工作经验了 所以我们大家觉得 就是你比较优秀 那你自己觉得 你有哪些一些缺点吗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来 我的缺点呢 也很明显 就是我这人呢 是属于相对感性思维的那种人 那么我的逻辑 思维能力就不是太好 第二呢 我的灵活性 也的确不是太好 我要做某一件事 我一定会做 非常非常充足的准备 否则我就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没有特别的自信 好了 好了 不聊了 小刚 小刚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我就看 整场看下来 一个呢 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所以 所以 我希望接下来 我们所有的BOSS 把灯都灭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觉得这个教育 事业是非常崇高的 我们如果论用了那个 乐华 河南长阁市 就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我到现在位置 还弄不明白 乐华 为什么要在 这么一个情况下 海南 做红娘也是很崇高的呀 你没有红娘去帮人去 成家 怎么会有孩子呢 那我这个当老师啊 比做红娘 更有意义 更有意义 好好好 海南 你这样也不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 我希望 那个乐华 还是回答我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要在 这么一个情况下面 第一次也稳定 讲过了 老婆 人家刚才讲过了 不是 我现在还是弄不明白 因为为什么呢 她那个情况有点反强 真的 哎 小安姐你说什么 我说她不明白就算了 什么事 非得都你明白吗 而且讲过了 确实讲过了 太好了 我今天听到了两句最棒的话 第一句 石小燕小姐说出来的 第二句 陶思玄小姐说出来的 来吧 爱明白不明白 八位 现在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到了乐华的手里 请选择 不明白的离开了 哇 还有四个 谢谢 还有四个 明白的 留了下来 来 曾花 我们是做货用品的 在全国呢 有将近200家店面 然后给你提供的是 内部培训司的岗位 来 优生教育 席位是我们这个 教育心理学的这个职位 主要是解决我们 每一个学生跟家长的 这个亲子关系问题 好 来 白河 当然今天从主持人的表现来看 心理学的这种普及啊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提供的职位呢 就是百合网的高级红娘的职位 来 咖啡之一 咖啡之一正在组建自己的 常青藤管理学院 是专门培养 管理干部的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的 我觉得 岳华你本身就是教育出身 我想在 咖啡之一这个职位 也是第一次在网上正式的挂出 高级培训师这样一个职位 所以我想 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我也愿意把这个岗位提供给你 咖啡之一是 高级培训师 其实我挺认同那个 黄总的这个话的 就是说 这样河南可能少了好老师 那你赶紧走呗 但是优胜是一个 全国连锁的教育机构啊 等于全国又多了一个 好的心理好老师 其实企业合唱部 承担着培养人的责任呢 教学并不单纯在学校 很多时候更在企业 走上前去乐化 把其中的两盏灯灭掉 出发 所以曹老师您说对了 乐化是个逐一夺正的人啊 其实来之前 就是奔这两家来的 刚才流露出来的意思了 最后剩下来的优胜教育 百合 谈钱不张开 那起薪呢是三千五 因为这个岗位偏教学 就是偏传道 所以说 你主要的收入来源于课时费 莫总您呢 我们这个职位是这样 就是起薪是三千一 然后呢 作为红娘的话呢 是有这个 你的客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提成 那么所以我们的红娘的这个薪水呢 是在七千到一万五之间 根据你服务的客户的数量 综合考虑 业华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还是你想的红娘 百合网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的选择是 凌亚 就不要 疯狼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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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